其次,让他在战场上大放异彩 对我们只有利,没有弊 如今的世界格局,各国心怀鬼胎 萧欣宇越强大,天赋越恐怖 那他对于沙玛和利国来说 就是巨大的威胁,就是未来的敌人 爱玲挑起柳梅,打断道 利国与龙国的关系,你不知道 摩尔提亚发出一声阴暗的冷笑 上官兰与金圣雅关系好 不代表龙国和利国是永远的同盟 这个观点,爱玲没有反驳 而是点了点头 毕竟这个世界上,最经不起考验的 就是人性 利益面前,人不为己,天诛地面 除了沙玛和利国 魔兽阵营也会对萧欣宇重视起来 甚至会启用暗杀计划 八星斩神,确实风光 风光的背后,就是沦为各方势力 针对的火把子 如果属下的判断无误 那么接下来,萧欣宇的身边 会出现各式各样的敌人,或明或暗 让他吃尽苦头 到时候,我们只需找准时机 做一个局,趁乱出手 摩尔提亚说到最后 用手笔划抹脖子的杀戮动作 艾琳脸上的怒气 消散无形 她重展笑容,满意点头 声音缓和了许多 大军师,看来这一切 你早有谋划 是要下一步大起 为圣女大人排忧解难 是属下的使命与责任 艾琳表面微笑 实则也留了一个心眼 摩尔提亚这家伙 背景不详 但确实擅长工人心计 谋划布局 可以看得出来 她对萧欣宇很上心 这两人之间 一定有私人恩怨 只要她不触碰我的利益 我暂且留着她 继续利用一阵子 这位雪国的祭祀圣女 可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圣女大人 为了接下来的计划 属下还需要 血雨的协助 毕竟萧欣宇 还有一层地魂的身份 想要完成计划 血雨与地魂 难免针锋相对 艾琳挥手示意 在这个计划上 血雨交给你来指挥 多谢圣女大人 艾琳转念一想 补充到血雨和地魂的对决 我要声明一件事 你能灭了地魂最好 但底线是 别动龙国公主 摩尔提亚思绪运转 眼神晃动 圣女大人 龙国公主她 不该问的别问 懂 属下明白了 摩尔提亚弯腰鞠躬 离开圣女殿 地魂可以灭 上官潜不能动 这女人对待龙国公主的态度 呵呵 看来这所谓的祭祀圣女 还有不为人知的另一副面孔 在她手下办事 我还是多一些谨慎吧 谢忠还是当年的谢忠 思维缜密 猥琐发育 不会轻易让自己的处境陷入危机 凡事都会多手准备 艾琳刚准备休息 一名侍女走进圣女殿 血黄大人有令 请您去教堂走一趟 五分钟后 血十字教堂 这座历经风雨的教堂 曾经是血十字王庭的总部 如今是雪国的最高权力中心 艾琳一袭黑裙 气质幽冷 迈着修长的双腿 走进教堂 王座上 血国的统治者欧历克斯等候已久 艾琳 你来了 欧历克斯挥了挥手 所有闲杂人等 包括贴身侍卫 全部离开 教堂里 只剩下他和艾琳独处 因为没有外人 艾琳变得毫无遮拦 他直接走上台阶 拿起欧历克斯桌前的苹果 狠狠啃了一口 放眼整个血国 能用如此粗鲁方式 对待欧历克斯的人 只有艾琳一个 找我什么事 欧历克斯阴沉着脸 质问道 前些日的夜里 是不是你下令 血雨得成员 穿上龙国军人的制服 偷袭暗夜魔王军的大本营 艾琳的回答干脆利落 没错 是我 你 欧历克斯堂堂人族四弟之一 竟然不敢在艾琳面前发火 他强压激动的情绪 继续问道 这么做 就为了针对萧星宇 对啊 我说过 萧星宇必须死 它的存在 是我们毁灭龙国道路上的巨大障碍 必须除掉 欧历克斯加重语气 为什么一定要毁灭龙国 这个问题 似乎戳中了艾琳的心伤 她瞬间暴怒 血红的目光 狠狠瞪着欧历克斯 我们血国想要统治这个世界 毁灭龙国是必备的一环 艾琳 你不是想统治世界吧 你只是把统治世界当作幌子 你心里只想灭掉龙国 姐夫 你确定要这样跟我讲话吗 两人的争吵 就此陷入沉默的死寂 一声姐夫 让欧历克斯哑然失火 眼里只有对王七的愧疚 这个血国 来自血十字王亭 和兵灵族的结合 欧历克斯和艾琳之间的关系 远不是表面上的假象 沉默许久 欧历克斯平复情绪 柔声细语 艾琳 你姐姐临死前 最大的遗愿 就是我们能活下去 吃得饱 穿得暖 过得开心 征服世界 毁灭龙国 这并不是她 艾琳用冰冷的声音打断道 姐夫 你别忘了 我姐临死前说过 她让你照顾好我 我现在过得不开心 只有毁灭龙国 能让我开心 你想哄我开心 想不辜负姐姐的遗愿 那就不要干涉我 龙国 我灭定了 上官来 我也杀定了 艾琳转身就走 徒流神情颓废的欧历克斯 当艾琳走到教堂门口 稍作停顿 还有 别忘了 你能达到御寿地的实力 是用我姐姐的命换来的 你这辈子 都欠我们屋 兵灵族 你别想赖账 看着艾琳离开的背影 就像看到了曾经的妻子 欧历克斯颤抖的手 上面是王七的照片 容貌和艾琳十分相像 亲爱的 直到今天 艾琳还是无法像你一样 放下仇恨 你告诉我 我该怎么做 我真的害怕 有一天 我保护不了她 没办法给你一个交代 每一位坐上御寿地位置的人 纵观一生 从来不缺爱恨情仇 波澜壮阔的故事 半个月后 龙影视 疗养院 顶楼VIP病房 萧大人 恭喜啊 经过这次全项检查 您的伤势基本痊愈 今天下午可以出院了 萧欣宇穿着病号服 躺在病床上 旁边是一位美女医生 手里拿着记录数据的病例本 黄炎城一战 萧欣宇身负重伤 尤其是两条手臂 起初进行治疗的时候 那画面简直惨不忍睹 凡人之躯 徒手抓闪电 这种疯狂的事情 也就只有萧欣宇能做得出来 萧大人 我还要提醒您一下 您右臂的恢复情况 远不如左臂乐观 最近一段时间 右臂尽量不要过度用力 保持自然下垂 可以加快恢复速度 避免一些后遗症的产生 萧欣宇的左臂 是附魔系御兽鬼气之手 恢复自然快一些 而她的右臂 就是纯粹的凡人血肉 经过这次重疮 只要抬起来 就会感到疼痛 需要静养一段时间 谢谢医生 我会注意的 美女医生走出病房 萧欣宇双手放在脑后 侧目看向窗外的阳光 谢忠 这笔账 我会翻背凤还在你的身上 萧欣宇很记仇 主打一个牙字臂报 那家伙和两年前一样 老谋深算 看似我躲过一劫 实则还是落入她的圈套 萧欣宇归来后 一直保持低调 隐藏实力 这次黄炎城之战 她被谢忠逼到八星斩神 暴露了一部分真实实力 萧欣宇心里清楚 接下来 自己要面对各方势力的 鸣枪案件了 换位思考 别的国家里 出现一个能够 展落神明的八星少年 那如果放任不管 等这个少年晋升九星 将会是多么大的危险 如今的世界格局 看似四国和平 没有公开兵戎相见 实则各有心机 蠢蠢欲动 间谍潜伏 刺客暗杀 借刀杀人 这些阴暗里的手段 每天都在 见不得光的地方上演 在疗养院养伤期间 萧欣宇没有闲着 制定了如何复仇谢忠的计划 设计了一个精妙的局 这个局 针对谢忠的死穴 除此之外 萧欣宇每天还会浏览 大量资料 查找适合升级 杨简能源核心的最佳材料 灵前辈送我的那些零件 只能起到锦上添花的效果 升级杨简的能源核心 才是晋升式神体 机械系预售的关键 北极冰川 极寒翠金 病床一旁的床头柜上 摆满了慕容猩猩 从图书馆借来的书籍 萧欣宇看了半个月 书页都要翻烂了 最后决定 找机会去一趟北极冰川 寻找极为罕见的 极寒翠金 从而升级杨简的能源核心 敲门声响起 萧欣宇本以为是慕容猩猩 没想到走进来的是 龙国公主上官浅 公主 你怎么来了 听说你今天出院 我来看看你 当然了 这也是母亲的吩咐 上官浅是一个人来的 但她还背负着上官兰的心意 萧欣宇看着琳琅满目的名贵补品 就知道 这些都是上官兰准备的 心里流淌一阵暖意 伤怎么样 基本痊愈 真的假的 不信我给你表演后空犯 哎哎 打住 我信 我信行了吧 上官浅立即拦住萧欣宇 生怕萧欣宇的伤口二次撕裂 随即上官浅坐在床边 亲手给萧欣宇削苹果 他身上散发的体香 冲淡了房间里消毒水的味道 萧欣宇想了想 好奇问道 公主 先生回来了吗 还没 还没回来 他去北极冰川很久了吧 人口失踪案 居然还没查清楚 上官浅把苹果递给萧欣宇 用认真的语气告诫道 你现在唯一的任务 就是继续养伤 好好享受你的毕业季 珍惜你的学生时代 嗯 至于先生 还有地魂司 你都不用操心 有我和红庄姐呢 这也是上官兰的旨意 在萧欣宇彻底康复之前 他不能再执行地魂的任务了 对此 萧欣宇感到失落 用忧怨的眼神盯着上官前 想要晋升九星 就要参加更多实战 在实战中去领悟 力量共享的法门 地魂的任务不让碰 萧欣宇少了很多实战的机会 萧欣宇 你用这种眼神看我也没用 这是母亲的意思 她也是担心你的身体 萧欣宇露出自嘲的表情 碎碎念叨 如果无法参加更多的实战 恐怕我的身体会 上官同的回归 只能分担灰烬诅咒产生的疼痛 但无法阻止灰烬诅咒 无时无刻吞噬萧欣宇的寿命 或许全世界都在阻止萧欣宇 晋升九星 但萧欣宇 有着不得不突破的理由 公主 能不能给我讲讲 地魂最近的事情 不能 我好歹是地魂议员 给我把参与权削了 但知情权总有吧 上官前想了一会 觉得萧欣宇说的也有道理 罢了罢了 知情权你确实有 我可以给你讲讲 最近一个案子 是查土地消失案 萧欣宇听后 不由瞪大眼睛 把苹果换成瓜子 一边嗑瓜子 一边问 土地消失 海水水位又涨了 上官前摇头 面色惆怅 他被这个案子困了许久 迟迟没有破获 跟海水水位无关 这个案子 要追溯到半个多月前 大概就是 黄炎城之战的时候 我们龙国西北边境 大片陆地凭空消失 还记得断秦山脉 和冰脉高原吗 如今全部人间蒸发 仿佛从未存在过 消息与人都听傻了 龙国地图上 断秦山脉 是龙国西北部 最宏伟的山脉 层栓叠障 风铃耸立 冰脉高原 是龙国境内面积 最大的高原 地底住存着 无数稀有矿藏 按照上官前的言论 他们凭空消失 这听起来 已经超出了人类 对于自然地理的认知 上官前继续说道 不止我们龙国 血国的部分陆地 也凭空消失了 比如阿尔泰山脉 奥拉绿洲 格鲁草原 消息与越听越感兴趣 这种邪门的案子 让他那颗喜欢冒险猎气的心脏 砰砰直跳 公主 我想 你闭嘴 好好休养 这案子跟你没关系 好的 我会好好休养的 你 放心 我不会碰这个案子的 消息与乖巧躺在病床上 露出温柔的笑容 上官前美丽的脸蛋 筋肉抽搐 唇脚歪斜 你你这个欠揍的表情 分明就是心口不一 黄昏时分 柔和的日落 就像一瓶打翻的橘子汽水 泼洒在龙影式的大地上 消息与顺利出院 但他的右臂 依旧缠绕着厚重的绷带 碧海金服 一楼客厅 消若雪烧了一桌子 消息与爱吃的菜 满屋飘香 刺激着消息与的食欲 消雨 这些都是 你爱吃的 怎么不吃啊 姐 我的伤还没好 不方便拿筷子 你喂我吧 消息与右手伤势未愈 确实不方便使用筷子 消若雪只好亲自加菜 喂给这个嬉嬉傻笑的巨婴弟弟 姐弟两人独处的温馨时光 弥足珍贵 晚饭过后 两人来到别墅庭院 消若雪坐在鞦韆上 消息与用左手在后面推 小时候在孤儿院待的那几年 姐弟两人经常这样玩耍 简单的方式 消雨 别推了 小心你的手 没事 我用的左手 消息与的右臂保持自然下垂 他仅遵医嘱 最近一段时间 右臂尽量不要发力 天气太热了 我去拿冰棍 你在这里等着姐姐 好 初夏的夜晚 微风已经略微发烫 消若雪来到客厅 从冰箱里拿出两只冰棍 等他返回庭院的时候 突然驻足 此刻 消息与一个人坐在鞦韆上 低着头 神情落寞 消息与是被消若雪从小带大的 他最了解这个男孩 这孩子 流露出这样的表情 应该是被瓶颈七所困吧 消若雪知道 消息与现在被捆八星断位 迟迟找不到突破晋升九星的奇迹 一星之差 让这个少年大受限制 在一些高端局里 总是感受到力不从心 这种挫败感 会折磨消息与的心神 只要还没突破九星 消息与的压力 就会越来越大 看着弟弟痛苦的表情 消若雪走了过来 白裙被微风掀起优雅的弧度 诺 你最爱吃的橘子口味 一只橘子冰棍 让消息与的心情好了不少 烦躁的思绪 被透心的凉爽所冲散 姐 我想睡一会 嗯嗯 睡吧 消息与累了 她靠在姐姐的肩头 闭上眼睛 不论处境如何 不论心情怎样糟糕 只要身边有这个女人在 消息与都能睡个好觉 做个好梦 消雨 很抱歉 突破九星这件事 没有人能帮你 姐姐也没有办法 你这一路走来 背负的东西太多 确实容易忘记 御寿师这个职业的真谛 好好睡一觉 有姐姐在 姐姐不会让你跌落 本该属于你的王座 消若雪把熟睡的弟弟搂在怀里 美眸化作白金色的龙童 凝望寂静的夜空 龙闻实斐 他是龙族的管家 他是龙王最忠诚的信徒 他是记录龙族历史 和龙族荣耀的执逼者 但他唯一挚爱的身份 是作为龙王的姐姐 夜深缠明 月光清幽 消息与抱起弟弟 回到二楼卧室 给弟弟盖好被子 调整枕头 然后捏手捏脚离开房间 消若雪离开后 消心雨本来睡得正香 似乎突然坠入噩梦深渊 额头渗出冷汗 身上散发出狂怒的力气 这股愤怒 是因为某种不自量力的力量 正在挑战龙王的权威 一楼客厅 消若雪关灯 准备回自己的房间休息 一道黑影从窗户跃入 在消若雪的身后站定 月光透过窗户 照亮黑影的身材 这是一个性感的女人 容貌隐匿在黑暗里 仿佛笼罩一层神秘的黑纱 飞 紧急消险 消若雪没有回头 声音清冷 讲 我收到了燕的密信 信里的内容就一句话 龙猴篡位 龙族天灾 消若雪龙同地震 郊躯抖了三斗 龙猴篡位 是谁这么大的胆子 黑影女子 燕的密信没有过多透露 具体情形我们一概不知 吹雪 接下来 这个世界可能又要变天了 飞 如果龙猴篡位为真 那么少主的处境不容乐观 消若雪抬起手 掌心悬浮七枚不同颜色的龙之逆灵 带眉紧促 神色沉重 燕离开之前 特意嘱咐我 这七枚逆灵 要在小雨晋升九星后再给她 否则会起到反作用 但现在小雨的心境 恐怕短时间很难突破瓶颈期 消若雪咬了一下红唇 转身吩咐道 吹雪 小雨晋升九星之前 你暗中保护她 黑影女子 一定 龙猴篡位 这种事件是龙族的耻辱 美今出现 必将招来命运审判的龙族天灾 与此同时 某座不知名的小岛 岛上弥漫着狂躁 且富有戾气的龙之力波动 誓死效忠 中燕龙王的七只混血龙 此刻聚集在这座岛上 阴冷潮湿的山洞里 七只混血龙 全部保持人类形态 流金耀龙 金勉 抓耳挠腮 来回踱步 有黑的脸上 男眼焦躁不安 古语四龙 海亭 金勉 你能不能别晃悠了 看得我头都晕了 宿命那家伙 拿了我们的逆铃 远走高飞不知去向 他说 让我们在这里等他 听候他的拆遣和安排 可以 我可以听他的 谁让我打不过他呢 但两年过去了 他人呢 金勉愤怒咆哮 他无法接受 一直待在这座岛上 两年过去 混沌猿龙 宿命没有露面 不只是金勉 其他混血龙 心里也犯嘀咕 山洞角落里 萝莉长相的赤发少女 站了起来 流火炎龙 赤童 金勉 你冷静一下 目前宿命下落不明 我们不要贸然行事 万一又像炎魂山那次 闯了大祸 你后悔都来不及 金勉一屁股坐在岩石上 满腔憋屈 低头沉没 煞世间 山洞外电闪雷鸣 七只混血龙 同时感应到不祥的气息 急忙冲出洞外 脆无玲珑 轮回 那片天空 地心炎龙 青年 王冠形状的龙焰之云 暗精影龙 孤影 这股气息 龙猴篡位 七只混血龙 同时眺望的方向 是距离赤道 最近的沙马帝国 距离赤道最近 也意味着 距离南半球最近 流火炎龙 赤童 到底是哪个不知天高地后的家伙 竟敢觊觎龙王大人的王位 午后的阳光 照耀大地 整座皇城 就像一块闪闪发光的金色宝石 地魂丝 血衣大祭司上官前 正在翻阅最新的情报资料 这案子真是棘手啊 已经查了半个月了 还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门外传来脚步声 上官前没有抬头 而是用冰冷的语气低喝道 我不是说了吗 任何人不准打扰 公主 两天不见 脾气这么暴 萧星宇 上官前抬起头 萧星宇的到来 出乎他的意料 你不是回归学院生活了吗 来递魂司做什么 上官前用审视的目光 打亮萧星宇 眼神警惕 他发现萧星宇穿的不是青龙学院的制服 而是地魂司的血衣 公主 我知道你心心念的那个案子 还没破获 作为地魂的一员 我当然是来协助你调查案子的 上官前翻了一个白眼 去去去 一边玩去 伤刚好 右臂还缠着绷带 你暂时没有资格查案 赶紧回青龙学院 其实上官前也是担心萧星宇的身体 地魂司的重任 他可以扛 他只希望萧星宇 可以获得更多的休养时间 不要瞎折腾 留下病根 我的身体已经无碍了 伤好了 不代表身体养好了 萧星宇 你能不能对自己负责任 总是让人担心 经历瀑布煽动那一夜后 上官前对于萧星宇的情感 更加深重 情难自艺 他虽然无法表达爱意 但每时每刻都在关心萧星宇的身体 每天除了执行任务和魔鬼训练 他还会挤出一些琐碎的时间 学习煲汤 他的心里想着 有机会一定给萧星宇这个异商体质 炖一锅食拳大补汤 好好补一补 公主 你手里这个土地消失案 我们联手一起查吧 不行 你的身体不允许你这么做 可是红庄姐已经同意了 啊 一位英姿萨爽的血衣大祭司 走进卷宗室 正是帝魂司的二把手 聂红庄 他的气质比两年前更加灵力 断位是八星巅峰 红庄姐 萧星宇的身体情况 你是知道的 万一查案的时候 公主 这个案子你查了半个月 都没查出蛛丝马迹 就让萧星宇和你一起查吧 可是 他身体出狱 站立或许一时半刻 难以恢复 但头脑好使 智商也不会滑坡 说不定能助你尽快破案 上官前每一句话 都被聂红庄对回去 卡在喉咙里 不上不下 一脸难受 片刻的沉默后 上官前眉眸闪烁 叹气妥协 好吧好吧 既然红庄姐都发话了 我没什么可说的 萧星宇 你就协助我 一起查这个案子吧 萧星宇和聂红庄 偷偷对视 彼此唇角上扬 这两人之间 似乎有着上官前 不知道的秘密 看似联合查案 实则钓鱼执法 这就是萧星宇 商欲归来 要做的第一件事 那就是 整顿地魂丝 入夜 一道道白色身影 在漆黑的树林里 穿梭跃动 上官前驾驭 巨峰麒麟黄 受提踩踏风 任祥云 闪电般的速度 在林间留下 抖动的残影 萧星宇 本来也想召唤 自己的御兽 但上官前担心 他身体情况 所以两人 一同乘坐 巨峰麒麟黄 森林里万类巨迹 没有一丝魔器 也看不到 半举魔兽尸骨 公主 如果我没记错 这片 按照森林 应该是一支 什么情况 岩系魔兽军团 人间蒸发 就像森林之外的 那些山脉高原一样 凭空消失 根本查不到一丝线索 萧星宇 坐在上官前的身后 陷入沉思 山脉 高原 丘陵 包括岩系魔兽军团 凭空消失的 这些事物和生物 都与岩石大队 有着密切的关联 顺着这个切入点往下想 以致信息不足 萧星宇 无法推测 这个案子的全貌 但他已经想出 破获这个案子的办法 但在破案之前 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萧星宇 我再带你 去昆仑冰川看看 那里的十三座冰峰 也都凭空消失了 去了那里 说不定你会有所发现 上官且能做的 就是为萧星宇 提供更多的信息 就在这时 按照森林里 突然掀起一阵浓郁的魔器 不好 有魔兽埋伏 全员戒备 情况不妙 魔物太大了 魔器浓雾吞 天是地 弥漫林间 使得地魂成员的能见度 不足一米 连身边的队友都看不清 上官且催动灵力 稳定军心 大家不要慌乱 雾气太大 不要走散 黑暗里 冲出数不清的魔兽 使得周围环境 陷入一片不可抑制的混乱 萧星宇 混乱之中 上官且转身回眸 发现萧星宇 被一只兽黄体魔兽叼走 灵力爆发 上官且驾驭 巨风麒麟黄 奋起直追 随着魔器浓雾越来越大 地魂成员晕头转向 迷失走散 该死的魔兽 站住 上官且追了数十公里 在靠近森林尽头的地带 拦截魔兽 看到萧星宇 被这只魔兽叼在嘴里 他的怒火 直冲天灵盖 不可饶恕 死 巨风麒麟黄愤怒咆哮 释放一道月牙锋刃 蕴含恐怖的麒麟之力 瞬间击穿魔兽的心脏 砰 这一刻 上官且目瞪口呆 惊讶过后 内心咯噔一声 只见魔兽 以及他嘴里叼着的萧星宇 同时爆炸 化作一团粘稠的血雾 随风飘荡 血血换树 糟糕 中计了 是 血雨 射的局 上官且急忙运转灵力 驾驭巨风麒麟黄 疯狂往回赶 他的眼里布满血色 咬紧牙关 心中默念 萧星宇 你千万不要有事啊 此刻 萧星宇被困在一团魔器之中 孤立无援 但他身边 没有一只魔兽 砰砰砰 一连串的爆炸过后 魔器被血雾取代 原来起初弥漫森林的那一股诡异的魔器 实则是血幻术创造的假象 血雾之中 冲出一道白影 此人身穿白色长袍 五官端正 是地魂成员之一 职位是白银祭司 段位七星 代号 虎吉 但此刻他身上散发的气息 远远不止七星的强度 哗啦 白色长袍 瞬间解体 纯蓝色的大衣 暴露在空气里 蓝色 对于血雾组织来说 是血的颜色 因为血雾组织出了 觉醒黄金之血的首领吉尔夫之外 其他所有成员体内流淌的 都是纯蓝之血 这个偷袭萧星宇的人 就是血雾组织的成员之一 代号血罪 是他潜伏在地魂司 以一名白银祭司的身份 伺机而动 这一刻 就是他杀掉萧星宇的最佳机会 暗掌森林 血雾笼罩天地 身手不见五指 血雾得血幻术 骗了地魂司所有成员 在这一刻 上官浅和其他白银祭司 散落各地 根本来不及对肖星宇施以援手 肖星宇单膝跪地 缠绕绷带的右臂自然下垂 一点力气都用不上 我的灵力 糟糕 这个咬痕 血骨虫 肖星宇面色苍白 他发现体内的灵力 被某种力量禁锢 无法使用 无法使用灵力 自然无法召唤御兽 半空之中 血雨成员 血醉的脸上 展露邪恶的凝笑 在刚才的混乱中 一只血骨虫 钻进肖星宇的衣袖 咬破它的皮肤 血骨虫 是血雨培育出来的特殊毒物 它锋利的牙齿 一旦咬破玉兽师的皮肤 将毒素注入体内 玉兽师的灵力池 就会遭受封禁 半个小时内 无法使用灵力 不能召唤玉兽作战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 血醉的断位 高达九星 血物之中 血醉的身体产生一变 它的肌肤变得粗糙 呈现深褐色的豹纹 本就面目猙獰的脑袋 变成一颗猎豹的头颅 背后长出一条 满是道次的尾巴 朝着肖星宇伸出的手臂 化作锋利的兽爪 摩擦空间 燃起炙热的鬼火 这是力量共享的特征 也是九星御兽师的标志 此刻的肖星宇 陷入必死之局 林力池被血骨虫的毒素 所封禁 大病出癒的身体 极其脆弱 缠绕绷带的右臂 甚至抬都抬不起来 周围有军不在 没有支援 偷袭者是一位来自 血雨的九星御兽师 心狠手辣 经验丰富 试问这种处境下 谁能躲过一简 暗中射局步步为营 如此天衣无缝 堪称完美的暗杀计划 显然是谢忠的手笔 萧大人 你的生命 就此结束了 血醉按照谢忠的吩咐 从萧星宇的右侧偷袭 此举是何等的谨慎阴险 黄炎城之战 萧星宇确实出尽了风头 同时 他手握闪电斩神明的名场面 搞得世人皆知 那一战过后 萧星宇又必重伤未遇 这个弱点 也在谢忠的计划之内 所以 血醉选择从萧星宇的右侧 发动偷袭 确保萧星宇 没有一丝还手的余地 这就是谢忠的恐怖之处 他不论走到哪里 都会把阴谋诡计带到哪里 他针对萧星宇制定的暗杀计划 足以证明 他对萧星宇的重视 换成其他敌人 他才不会大费周章 消耗这么多精力 这个世界上 也只有萧星宇 值得他这么做 某种意义来说 萧星宇不只是他的死敌 还是他唯一尊重的对手 So 开启力量共享的血醉 动作迅捷如电 他就像一只真正的猎豹 冲斜的眼睛里 只有捕捉猎物的欲望 锋利且燃烧火焰的暴爪 距离萧星宇近在咫尺 血醉极度兴奋 他笃定自己的指甲 会在下一瞬间 割断萧星宇的喉咙 抿一下饥渴的唇角 他开始挠不动脉 喷血的画面了 就在这一刻 萧星宇自然下垂的右臂 产生剧烈震动 缠绕右臂的绷带 被一股黑色火焰烧成灰烬 这只这不可能 你的右臂 血醉扭曲挣扎的脸 仿佛被施加了笑容消失术 体内沸腾的血液随之凝固 事实上是 萧星宇的右臂早就痊愈了 这条右臂 甚至在养伤期间 完成了一次变异升级 顷刻之间 战局扭转 萧星宇的右臂 燃起黑色魔艳 皮肤覆盖下的血管 隐隐发亮 就像流淌的黑色岩浆 这条手臂的掌心 浮现一朵黑魔之花 凋零魔法 不灭之窝 萧星宇俊秀的脸庞 展露一丝残忍的笑意 瞬息一刹 大地浮现一轮神圣庄严的魔法矩阵 萧星宇抬起右手 瞬间掐住血罪的脖梗 她的背后 浮现黑心灵族的传承神像 空气里激荡着 蕴含湮灭之力的凋零魔法 与此同时 萧星宇的预设文章里 黑心灵族女王温蒂妮 以第三人称视角 目睹了萧星宇的丝滑操作 她经得外焦里嫩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凋零魔法 这家伙竟然学会了凋零魔法 凋零魔法 是黑心灵族最强的禁忌魔法 温蒂妮身为这个种族的女王 在学习修炼凋零魔法的道路上 都遇到过不少挫折 不知道为此付出了多少岁月和鲜血 萧星宇 年纪轻轻 竟然无视种族血脉的隔阂 学会了凋零魔法 这对于温蒂妮来说 除了难以接受 心中便只剩下敬佩 等等 这里面逻辑不通 以人类的身体构造 不可能学会凋零魔法 人类的身体 不具备开启魔法回路的条件 那他 温蒂妮人在预售文章之内 但也能观测萧星宇此刻的状态 这呼吸的节奏 是玉龙师的龙之呼吸 这个呼吸法 我不是很了解 但大家可以猜出 温蒂妮思绪飞舞 细思极恐 黄炎城之战 萧星宇手握闪电 当众斩神 这看似体现了一种 大无畏的现身精神 实则 右臂损毁 是萧星宇计划的一环 当右臂损毁严重 细胞坏死 萧星宇正好可以利用龙之呼吸 让龙之力气流 钻入血肉和骨骼的间隙 修改这条手臂的内部结构 毁掉的手臂 就像废墟 萧星宇在废墟里 构建了修炼凋零魔法 所必备的魔法回路 然后重新建起高楼 创造一只凋零之手 此时的萧星宇 左臂鬼气之手 右臂凋零之手 毫无弱点 软肋可言 但一定是人类中最能算计的 谁能有他心眼多啊 温迪尼暗暗吐槽 要不是血气的限制 他肯定跟萧星宇翻脸 但这并不妨碍他 欣赏敬佩萧星宇的人格魅力 此前 他看不起人类这个物种 萧星宇的出现 让他对人类的上限 有了巨大的改观 现在我受制于这小子 不能轻举妄动 因为那份该死的血气 他若是强迫 让我喊他主人 我也只能 可恶 不过早晚有一天 我会夺毁我的一切 反骨温蒂妮 每天都盘算着 如何夺回一切 殊不知最后 他把整个黑星灵族 都心甘情愿送给了萧星宇 龙王脚下 从不缺臣服的奴仆 森林深处 血雾散开 萧星宇释放凋零之手 死死锁住血醉的喉咙 在凋零魔法的俯视下 周围的花草树木 全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枯萎凋零 燃起一片黑色的火海 砰 一声巨响震穿夜空 惊动那轮 躲藏在雷云里的残月 萧星宇林真起手 施展凋零魔法 不灭之卧 手指用力收缩的同时 对血醉的脖梗 追加二段爆炸伤害 爆炸过后 蓝色的血液四处弥漫 血醉魁梧见状的身躯 重重摔在地上 每一次呼吸 都感到撕心裂肺的痛 他应该庆幸 庆幸自己开启了力量共享 如若不然 凡人之躯 根本无法承受凋零魔法 不灭之卧 的恐怖威力 即便如此 他的身体 也遭受了不可逆的重创 脖梗部位 血肉溃烂 触目惊心 整张脸 就像凋零的花朵一样 干枯苍老 布满皱纹和尸斑 体内的水分加速流逝 身躯渐渐变得骨瘦如柴 皮肤开裂 伤口里流淌着 持续灼烧的凋零魔法 血醉的力量共享 只能抵御物理伤害 无法抵抗凋零魔法的侵蚀 肖星雨 你敢戏耍我 找死 血醉怒火冲天 急忙消耗自身纯蓝之血 血脖的御兽师 鲜血就是灵力 可以驱动御兽战斗 大地撕裂 一只巨大的恶魔猎豹 冲出泥土 它拥有三颗燃烧鬼火的头颅 每一个头颅 亮出锋利的獠牙 尾巴摇晃 释放蛇群般盛大的电弧 展现兽神体御兽该有的霸气 兽神体 二阶 御兽 魔电燕神豹 血脉达到神话品质 攻击数值超过所有同等级的暴戏御兽 血最好歹是新时代的九星御兽师 虽然遭受肖星雨的偷袭反击 但起码还有半条命 他来自血雨 从他执行卧底任务的第一天起 就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此刻 他的眼里只有赤裸裸的杀意 只有能杀掉肖星雨 他甘愿付出生命的代价 与其同归于尽 力量共享加血气解禁 加灵纹图腾 血醉直接开启斩神三剑套 摩电燕神豹化作流光 融入他的体内 残破的衣衫彻底碎掉 裸露的胸肌呈现出 爆头形状的图腾印记 此刻他体内蕴含的力量 可以一招秒杀任何八星御兽师 这一星之差 不知道隔着多少到无法跨越的天前 肖星雨面对生死危机 淡然冷漠的面容 没有掀起丝毫情绪上的波澜 关键时刻 凤鸣九霄 青鸾降临 一只通体青鸭色的神鸟 展翼掠过暗爪森林 聂红庄开启力量共享 手中凝结冰心长剑 携带神鸟之力 从后方洞穿血罪的心脏 兽神体 二阶 玉兽 冰心 青天鸾 这是聂红庄的本命玉兽 从冰青鸾黄进化而来 两年时间 聂红庄已经突破九星断位 但他按照镀鸭的安排 一直隐藏自己的真实实力 以备不时之虚 聂红庄 你的实力 血罪艰难转身 眼里满是震惊和不甘 他万万没有想到 帝魂的二把手 已经达到九星断位了 在此之前 萧欣宇的偷袭反击 已经夺走了血罪的半条命 眼下聂红庄伺机出手 释放偷袭杀招 不费吹灰之力 让血罪的生命走到尽头 你你们帝魂之人 真是阴险狡诈 就算死 我也要你们给我陪葬 血罪面露凶残 青筋突起的额头一片乌黑 星红的目光杀意腾腾 他解除灵魂图腾 摩天燕神豹脱离他的身体 扑向萧欣宇 血罪的意图很明显 他要献祭自己全部的纯蓝之血 让摩天燕神豹进入血魂形态 然后自爆炸死萧欣宇 以及一旁的聂红庄 血魂形态得受神体御兽 一旦自爆 威力不亚于是神体御兽的战绩暴击 这就是血罪付出生命 换来的最后杀招 下一秒 气氛变得尴尬 摩天燕神豹并没有开启血魂形态 他呆呆望着自己的御主 身为御主 血罪露出猛逼的表情 这这是为什么 我明明献祭了全部的血液 血罪体内 所有纯蓝之血蒸发献祭 他即将变成一具干尸 然而 摩天燕神豹没有顺理成章 开启血魂形态 这一刻 血罪逐渐失去光泽的眼里 除了困惑 便只剩下绝望 萧欣宇的手腕上 缠绕着一条龙骨锁链 正在散发霉紫色的光芒 鬼气之手的等级限制 在神龙所解锁的瞬间 化作鬼神修罗币 鬼神修罗币 可以限制任何玉兽的 任何形态变化 此前血国的二皇子吉尔 就吃过这个亏 如今的血罪 也重蹈吉尔的覆辙 公爵大人 属下无能 任务失败 血罪倒地 生命消逝 沦为一具血液蒸发的干尸 狱主死亡 狱兽随之毁灭 摩天燕神豹 化作燃烧的灰烬 在森林里飘荡消融 神龙所复卫 鬼神修罗币的等级 遭受压制 回到鬼气之手的状态 凋零之手解放反击 聂红庄四级进场背后偷袭 鬼神修罗币 限制血魂形态的开启 看似复杂的步骤 其实发生在一分钟之内 一分钟之内 肖星宇和聂红庄联手 吭杀一位血国的九星玉兽师 不论玉兽师的段位多高 只要入了肖星宇的局 必定沦为没有活路的猎物 因为一切变数和因素 都被肖星宇计算在内 肖星宇 上官浅驾驭巨峰麒麟皇 以及一众白银祭司 姗姗来迟 肖星宇挑了挑眉头 露出灿烂的笑容 公主 你来迟了 血雨组织派来的卧底 已经被我和红庄姐 联手吭杀了 卧底 上官浅低头一看 血醉的干尸 就躺在泥泞冰冷的地上 画面令人作呕 不堪入目 愣神片刻 上官浅恍然顿悟 哦 原来如此 红庄姐 难怪你同意肖星宇 协助我查 你们两个早就商量好了 瞒着我们所有人 制定了桌奸计划 念红庄微笑点头 公主 结果出来了 肖大人的计划 确实奏效了 上官浅现在知道了 这一切 都是肖星宇设的局 你设局 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 公主 我这不是怕你演技不行吗 所以没提前告诉你 这样你的一切反应 才是最真实的 才更容易榨出血雨 潜入在咱们地魂里的卧底 上官浅拧了奴嘴 狄翠道 这家伙 嫌弃我演技不行 我演技很好的 其实上官浅演技真的很好 他明明深爱着肖星宇 却能在肖星宇眼前 演出只有友情 没有爱情的角色 公主 红庄姐 这只是我们地魂和血雨的 第一次较量 在先生回来之前 他们一定会 趁着我们地魂示弱 找机会再次下手